约瑟笼罩着橄榄山下的克西玛尼远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耶稣深知自己即将面临的苦难 向天父祷告寻求力量 就在这时 一群手持刀剑棍棒的人闯入了园中 他们是由犹大带路的 犹大曾是 耶稣的门徒如今却出卖了师父 为了让兵精们认出耶稣 犹大给了一个特殊的信号 一个吻 耶稣被认出后 门徒们慌了神 其中性情刚烈的彼得拔出刀来 向迎面而来的一个仆人砍去 那仆人的名字叫马尔库斯 是大祭司的仆人 彼得这一刀削掉了马尔库斯的诱饵 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马尔库斯捂着伤口痛苦的哀嚎 眼看一场冲突即将爆发 然而耶稣却出乎意料的制止了彼得 他轻轻的触摸了马尔库斯的耳朵 奇迹发生了 伤口瞬间愈合 马尔库斯不再流血 耶稣对彼得说 手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神迹 更体现了耶稣基督的品格和教导 耶稣通过治愈马尔库斯的耳朵 向世人展示了他是神之子 拥有医治的能力 同时他也告诫门徒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爱与和平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